多米尼克护照 大家好我是B 今天要收多米尼克护照申请美国申请签证 申请美国签证是拿到多米尼克护照之后 其中一件我特别推荐的事情 很多中国人对申请美国签证心里面有很大的恐惧 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材料 需不需要提供公司制职 需不需要提供房产证、银行存款 怎样才不会被拒签?拒签多久之后可以再申请 新申请的护照可以办签证吗? 在视频开始前麻烦各位小伙伴按个赞 或者是按订阅做支持 只要有影片更新,你就可以随时掌握最新的讯息 根据我的经验,用多米尼克护照 跟中国护照申请美国签证有很大的区别 原本护照本身在免签国跟自由度上面 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把这部影片看完就会发现 用多米尼克护照申请美国签证是一件容易 并且必要的事情 在另外一部视频里,我有特别分享拿到多米尼克护照之后 有三件我最推荐你要做的事 如果还没看过的小伙伴,你可以点选上面的视频 你没有详细的介绍 这些对于你日后使用多米尼克护照都有很大的帮助 多米尼克护照申请美国签证的方式很简单 而且可以一次拿到十年都是往返的B签证 有了B签证你可以在美国旅游 而且从事短期的商务活动 你在美国过境,也不需要再申请另外的签证 每年在美国最多可以带六个月 而且效期是十年 好,让我们来看如何申请 申请美国签证有两个大原则 第一,城市原则,第二,与现况相符 如果有任何虚假陈述 可能会影响你被拒签或忠证拒签的情况 申请美国签证分成填写DS160表格 以及面谈两个部分 填写DS160表格是申请美国签证的第一步 表格是透过电子方式递交 这里B建议你亲自填写DS160表格 一来自己填写的内容自己最清楚 二来你取得签证或被拒签的权利 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如果不得已需要别人帮你签写 一定要把每一句翻成中文 而且自己亲自了解内容 在表格里面所有关于婚姻、工作收入、工作情况、教育背景 是否有美国亲友 有没有申请过签证 有没有递交过移民申请 有没有被拒签、签证策、签证到期 有没有去过美国 都必须服务真实原则 以及与现况相符 这一份DS160表格 已经决定了七成到八成你能不能获得美国签证 但是如果你有任何虚假陈述 都有可能造成你被拒签 或者以后入境到美国产生后续的麻烦 千万不要冒这个风险 在这边提醒你 根据美国法律 你不可以用不懂英文 或是别人帮你填写来推卸责任 资料填写完之后 需要你再次确认 就直接网上递交预约面谈时间 如果你发现资料有填错 你可以在面谈减几分钟 主动向面试官提出来 或是你可以网上取消预约 重新再填写一次 如果面试官问你为什么填写两次 你可以诚实告诉他原因 全部填写完之后 就把DS160表格打印出来 然后再网上缴签证费 接着就直接预约面谈 因为现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盛情没签的攻略 所以B这边就针对刚取得多米尼克护照的新手 讲五个重点 第一 你一定要清楚在DS160表格你填的内容 第二 你必须工作稳定 有收入来源 支付旅费 这点非常重要 我相信如果你可以取得多米尼克护照 这一点对你来讲不是太大的问题 第三点 你必须让面试官觉得你会回来 而不是在美国停留不走 第四个 就是你对行程 机票跟酒店 能够很清楚的交代 第五个 面试的官员会问你如何取得多米尼克护照 这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你是透过订计公民的房子捐赠十万美金 去得着护照 然后把你的入籍证明带在身上 以弊当时的经验我是去旅行 玩洛杉矶跟拉斯维加斯两个城市 其实我只有口罗上讲了我的行程 包括了我会在那边玩几天 然后我会看哪一场NBA的篮球赛 他问我住哪里 我说我会在爱比你地方 看了我的资料之后就告诉我通过了 其实我还没订机票 我也还没订酒店 但我很确定的告诉他 我的行程会怎么做 所以各位小伙伴你说是不是很容易呢 最后一点 如果你是年轻又貌美的未婚女性 我强烈建议你 除非你对你的行程跟你的表达非常有自信 否则你最好跟家人朋友或是闺蜜一起同行 如果他们曾经去过美国 或者是本身的资质很好 对你的面团是非常加分的 同时可以免除掉官员在询问你的时候 问太多的问题 担心你去了美国却不回来 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一次拿到美国十年签证 以上就是我申请美国签证的经验 如果你过去申请美国签证有不顺利的情况 或者是被拒签 或者是签证被社交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通过微信把状况告诉我 如果有办法帮上忙的 我必须会请你协助 不过必提醒你 我是用一年帮护照 影片里的内容都是本人亲自发生过的经验 如果大家觉得内容不错 欢迎订阅做支持 或者是按个赞 有其他问题 欢迎交我微信或WhatsApp 我也会定期更新一些视频给各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